我们的Rita 还有刘登凯博士 还有我们连线学校的实践大学 大业大学 文化大学 面团大学 在场的老师跟同学们 大家好 没有回忆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这个进行12月份的这个连结台湾讲座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江苑新博士Rita 来为我们讲解这个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 那经济学我完全不懂 应该不是说完全不懂 但是没有太多的涉略 所以等一下就要好好地听我们江博士 来阐述新的方向 那江博士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 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的硕士 那到美国加州伯克莱研究大学的 政治经济学博士 那目前是在绝金山矽谷的几所 社区大学担任讲师 讲授国际经济等课程 在担任讲师之前 是任职在洛杉矶的智库 Milken Institute 担任研究员 撰写经济政策分析的报告 并在今年2017年创立了Team Up Taiwan 这个团队 希望透过人物 建立一个海外台湾人的跨领域人才的网络 我想这个很难得 我们这个在美国的华人 这个不断地想办法 为在台湾的这些年轻学者们 创造一些机会 那我想现在交给Rita 欢迎Rita 大家好 很高兴 谢谢大家抽空时间来参加这个 听我的研讨会 演讲吧 对 然后其实今天不算真实什么演讲啦 然后我也知道 有几个经济系的老师在这边 那就献丑了 因为今天科普的一个讲座 所以我想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然后想要跟大家介绍说 经济学其实是可以很平易近人的 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 今天 我有按下页 这样 这样有换页了吗 有 对 我今天会 我大概介绍一下 我今天会讲一下 什么是经济学 非常非常简单的介绍 那如果你有上过经济系的课 或者是你现在是主修 跟商业有关的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 还蛮简单的概念 但是我想告诉 很多其他领域的同学们 知道说其实经济学 它有很多的应用 在日常生活中 它的概念是 非常实用的东西 然后所以待会会慢慢继续介绍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自己是 原来是在台湾是念政治系的 那我在老实说在大学 因为我数学也不好 然后就觉得 哇 这是什么 好难懂 那一直到后来决定 要出国念书的时候 就选了一个最接近的 因为发现政治系也不是很好找工作嘛 那就转了念经济系 然后所以把政治跟经济加起来 念了政治经济的一个科系 然后拿了我的博士班 然后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 经济的有趣 就发现 其实它有很多很好玩的概念 然后在生活中 或是在学科领域里 都有非常有用的地方 所以 其实 我也想鼓励现在年轻的 在台湾大学 就是 其实很多的出路都是很广的 有很多时候 你不需要限制自己说 我就是 我就是怎么样 我只能走这一条路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然后这个也跟我今天的主题有关 就是其实经济系 最重要的概念也是这个 那很多人 我在教经济系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问我 什么是经济学 大家第一个概念就是 是不是钱 是不是跟钱有关 就是在算钱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真的都想错了 就是钱 主要跟钱有关的 其实是金融 财政 或是会计方面 经济系其实不是那么的 关注在钱这个部分 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但他只是帮助我们去做衡量 我们怎么去做决定 但是钱不是最重要的 那是不是 就是跟统计有关呢 是不是一堆数学 一堆量表呢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其实以前是政治系 现在是转到经济系 以前我也很害怕 觉得经济是不是 全部都是数学 但其实不是 经济系它不是 全部都只有数学 它有很多很扎实的理论架构 它有很多的过去的理论 可以去支持 说我们去思考 比较去是一种思考逻辑 而不是只是数学 那当然这几年 有很多经济的预测模型 都走向一个很高端的 很艰深的 统计数学模型那些 那如果对数学有兴趣的人 当然可以往这个方向 但是统计也不是数学 经济系也不是统计 也不是数学 那是不是经济可以教我们 怎么投资股票 还是报名牌呢 那也不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会 投资股票报名牌 我就赚很多钱 也不用来教书了 那就是主要 其实最重要的 经济学就是在教我们 怎么选择 怎么做选择 怎么做决定 因为经济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重要概念是说 这个社会 或是每个人 面对的资源都是很有限的 你一天只有24小时 你的钱就只有这么多 你想做的事就那么多 但是你必须做决定 所以经济学 其实就是在研究这个选择 每天每个人 都做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包括你今天去超市 你要买葡萄 还是买凤梨 你都 必须去做选择 包括你今天 为什么来听这场讲座 而不是在家里睡觉 这个也是一个选择 包括你个人 以后找哪一个工作 要不要结婚 交哪个男朋友 交哪个女朋友 这些都是选择 那经济学是 有一个思考逻辑 教你去判断 怎么样去做那些选择 那不只是个人 包括家庭 你要不要买房子 买房子买在哪里 应该买房子 还是租房子 对 然后包括在公司方面 我要不要推出一个新产品 还是我应该要仰赖我原来的旧产品 已经获利的很好了 我应该要怎么去取决 哪一个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的决定呢 是在公司方面 那即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 国家这个概念 国家的方面来讲的话 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他也要去想 我这个政策 是政策A好 还是政策B好 我应该要做A还是做B 他要怎么去决定 他要有一些衡量的标准 所以经济学其实 是一个很多应用的学科 他可以教我们怎么去做决定 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经济学其实很有用 然后我也觉得 他很有趣的地方是这样 那在经济学上 到底怎么判断什么是有用的选择 或者好的选择呢 好的选择我们可以说 他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利益 他大概给我们很多利益 那利益方面很多人就会说 钱啊 钱就是一个很多的 或者是名望啦 地位啦 还是说他提高了什么效率啦 这些东西都算是利益 就是benefit 他说就是给我的好处吧 另外一边就是成本啦 就是我要付出多少 我要花多少钱啊 我要有什么代价的意思嘛 所以 什么叫做好的选择 最小的成本发挥 最大的效用 这就是经济学上定义 什么叫好的选择 那听起来非常简单 觉得 这是大家都会啊 我当然选一个好的 不要 就是避免一个坏的嘛 对吧 但事实上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定义 什么是利益 这些东西就在经济学里 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那经济学的成本的概念 又跟一般人在想的时候说 一块钱的成本 两块钱的成本 又不太一样 因为经济学考量的 不是只有 职机上的会计的成本 价格上的那种成本 经济学考虑更重要的 就是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 在机会成本 面临多个方案 只有一个选择的时候 被舍弃的那些方案当中的 最高价值 那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当你有好多好多选择 你有方案ABCDE 但是你只能选一个 被你不选的那些人 你到底牺牲了什么 你放弃了什么 比如说你选了方案A 那你到底放弃了哪些东西 什么是你的代价 那就是机会成本 这机会成本 其实才是经济学里面 最重要的对成本的概念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不是只是看账面上 一块钱两块钱 去做那个决定 我们看的是代价 代价包括很多 比如说 你要不要排很长的队伍 去为了买一个 少五块钱的冰淇淋 你的机会成本 是不一样的 当你是个小朋友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这很重要耶 冰淇淋这么重要 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排多久我都愿意 因为那个时候的机会成本 是很小的 因为你就算不去排那个冰淇淋 你也没有损失什么 因为你只是个小朋友 对你来讲 那样子的时间 换了一个冰淇淋 是给你最好的一个 是你能得到最好的事情 那你今天变成一个 上班族了 你的时间分秒并争 你如果迟到五分钟 你的老板要扣你薪水了 你会不会再愿意 花那样子同样的时间 去为了排一个冰淇淋 那是不一样的 即使 所以说今天 所以说今天 当你面对不同的决定 每个人的选择 会不一样的时候 是因为每个人的机会成本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必须牺牲的事情 是不一样的 这个机会成本的概念是 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应用 那不只是像我刚刚讲的 你做决定买哪一个东西 或者是要不要去排队 或者是其他的决定 甚至包括 像你 比如说我刚刚讲 你今天决定来听这个讲座 其实在你心中 你做了这个决定 是因为你觉得 来 你希望你能够得到 更多的知识 你希望可以对 经济学的研究 有一些新的了解 或是一些基础的了解 或是不同的想法 你希望那个东西 给你很多利益 而你要付出的成本 是从你家到这里 对你来讲 可能觉得没有太多 所以算一算 利益多过成本 那你就决定来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反方向的 就是如果你不来 我不知道会被扣分还是什么 就是如果是另外一种方向 是增加你的机会成本 如果你不来 你的机会成本就很高的时候 也会促使人 去做那样子的决定 但是不论如何 每一个人的行为 每一个人的选择跟决定 其实你每一次 你的脑袋都已经计算完 你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你的代价是什么 然后你才做出那样子的选择 跟决定 然后 以前我有时候会问 我的学生说 为什么 比如说 为什么牛肉跟猪肉 牛肉在亚洲 总是特别的贵 但是在美国就没有那么贵 就很奇怪 思考一下 你就会想到 因为在 对公司来讲 他们的成本 他们在定价的时候 他就会考虑到他的成本 对公司来讲 他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他要放养一群牛的时候 他必须要很大的一块地 对亚洲 在亚洲的时候 这么大的一块地 他的机会成本 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那样的 同样一块地 他可以去盖房子 租给别人 收很高的租金 因为大家 对这个房子的需求 是比较高的 浪费了 跑去养牛 对大家来讲 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那机会成本 是很高的 所以比起来 倒不如进口进来 还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是像猪肉 猪的需要的活动空间 或是他需要 来讲小的时候 尤其在对土地的需求来讲 比较小的时候 他相对来讲 就可以有 比较便宜的定价 当然 这不是一个 唯一取决价格的因素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思考价格 或是我们在思考 为什么人做 它背后的原因 那机会成本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在决定很多 不管是个人 或是公司 或是政府 所做的决定的时候 机会成本 就是后面 很重要的一个 那经济学 基本上是建构在这个 概念上面去说 每个人都会去考虑成本 然后每个人都会去算 他的利益 经济学就假设 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 理性的意思 在这里 理性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生气的时候 就叫做不理性 或是心情不好 叫做不理性 这里的理性的定义 意思说 你会去计算你的利益 你会去计算你的成本 当利益比成本 或者说你得到 意思就是说 你得到的好处 比你的损失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会去选 那个最大的好处 的那个方案 这个是所谓 对理性的定义 经济学就是假设 所以对大家来讲 选择 同样的利益计算 同样的成本计算的时候 大家都会选择 对你最有利的 那个方案 利益极大化的 那个方案 就会是 所有人共同的选择 这是在 理性选择的架构下面 是这样子 然后 还有一个 说 怎么去计算 利益 怎么去计算成本 这个东西 是跟个人有关的 是跟偏好有关的 事情的 每个人对 各种的 为什么 面对同样的 情境的时候 不一样 那是因为 他在计算利益 跟计算成本的 方式 不是方式 他对于利益的定义 跟对成本的定义 跟你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发现说 这个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的应用 是因为 当你发现 你跟这个人 有 无法沟通的时候 不管是在 遇到 你的 配偶啊 你的 爸妈啊 或者同事啊 甚至小孩啊 有时候 你觉得 怎么这个人 不理性啊 你好难沟通哦 其实 我发现 有很多时候 是因为 你无法理解 对方 是怎么去算 他的好处 跟坏处的 对方是怎么 看待这件事情的 当你跳到 他的角度 去想 他的好处 跟他的坏处 用他的计算方法 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哇 一切就恍然大悟 因为在 他的逻辑之下 他做的那个选择 其实是理性的 因为那是他 看到的东西 他看到的利益 跟看到的成本 跟你看到的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 其实在 沟通上 还 我觉得是 在生活当中 去跟别人 沟通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 对我自己来讲 然后我会意识到说 有很多的偏好 有很多 做决定的时候 有很多的偏好 都是很个人的 因为那些偏好 是取决于 你怎么设定 那个目标 所以今天 如果你来学校 你想要 得到的是一个学位 你的 做的行为 跟你今天来学校 你只是 就是想要 拿一个 可以及格的成绩 或者是第三种 是你今天来学校 是真的 你想要得到一些知识 这些三种 不同的目标的时候 会影响你 去做决定 怎么计算 你的利益 跟损失 因为当你今天 只是要一个学位 或是你只是要 一个成绩的时候 这些东西 成绩对 就对你来很重要 你就会用 各式各样的方法 去想 怎么样达到 最大的成绩 但是花最小的力气 但是相反来讲 如果你是想要 得到的是知识的时候 你也许对成绩 也是很贪重 但是 它的比重 会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会花 花更大的努力 去得到知识 而不是为了得到成绩 所以你的目标 会改变你怎么计算 你的利益跟成本 然后因为你计算 利益跟成本的方式 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改变你的行为 那这一套的逻辑 是经济学 所谓对理性的概念 然后这个东西 可以应用到 包括我们在设计 制度啊 或者是各个政策的时候 很重要的就是 一个政策下去 你希望人 或是你希望 大家可以遵守 那样子的事情 然后 如果当那个政策的设计 忽略掉 人是怎么去思考 那些利益跟成本的时候 它就可能会有 反方向 会有反效果 或者是它有得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或者说它没有考虑到 人真正在做决定的时候 计算的利益跟成本 就举例来说 经济学上有 有个很常见的例子 就是说 Rain Control 就是说 控制房租的价钱 那听 大家都觉得 比如说像旧金山 现在就是吵得很凶嘛 就是在讲说 因为这边的房租 实在是太夸张了 就是包括 比如说你可能要租一个两房的公寓 一个月可能要七万到八万台币 这样子 就是很夸张的一个标准 然后大家都挨挨脚 就想说怎么可能住得起啊 然后很 说政府可以 希望可以有一个政策说 规定租金的涨幅 只能5% 或者是3%什么的 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个很容易 让所有的选民觉得很开心啊 这个太好了这样子 我一定会投资 议员他支持这个 这样他是保护我的利益 但是如果你真正进去去思考 房东跟房客 他们在选择 他们在计算利益跟成本的时候 你就 常常最后反过来 是让房客受害 为什么 就是因为对房客来讲 他很开心 他觉得房租 就会是一个固定的 可能变成 从7万这样到5万了 不能超过5万 类似这样 对房东来讲 他就会想啦 那我今天 我明明在外面 我可以租7、8万 结果我 被这个限制租 我只能租5万 但是我也要修水电 我要弄房 我要整理房子 我要干嘛干嘛 绝对超过这个钱啊 那我何必要把它拿出去租呢 我要嘛就是偷偷租 这是一个方法 我拿现金 我不要把它放在 真的在市场上 那反而我可以收更高的价钱 或是就是 或者其他的 我干脆就不要把它放在市场上 我就借我的表哥住好了啦 这样 或者是 我就让他空着吧 因为相对来讲 我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整理它 去花那些金钱跟成本 我收到的利益是什么 我收到的利益 远远不及我 能得 我要必须付出的成本 房东就会决定 我根本就不要把这个房子 放在市场上 反而就让市场上 更少有房子可以去租 房客到处都找不到房子能租 最后因为需求太高 反而把房租屋的价格 更往上推了 变得是说更难租到房子 租到的房子也更贵 在同一个区域里面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这样子的政策 不是说它一定不好 而是在设计这样的政策的时候 就必须去考量说 人是怎么做决定的 房东跟房客 各自在选择的时候 是怎么考量他们的成本的 怎么考量他们的利益的 必须把这个考虑进去之后 才能真正有一个 有效的制度是 可以帮助到房客 或者说真正有一个制度 是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的 那这个选择这件事情 我有发现说 其实在美国是 特别特别的重要 然后其实这只是题外话 但是就是我自己有一个 五岁多的小孩 那我就可以感觉到 其实从幼稚园开始 老师就很有意识的 一直要告诉他们说 你必须自己做决定 你必须自己做决定 什么事情你都去选择 那这个我感觉到是 这个我的观察里面 是跟台湾的教育很不一样的 那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 像在台湾以前 我们常常如果考试考很好啊 然后老师会给奖品 有时候会给你一个贴纸 他就会给你 今天给你一个星星贴纸 明天给你一个米老鼠贴纸 这样就很开心 那我发现说 在这边美国的老师 他不是这样子去处理的 他对选择的时候 他反而会说 他每一次都会有两到三个 不同的贴纸去让我女儿选 然后去跟他说 你要米老鼠 还是要星星 我只是感觉说选择这件事情 其实是会促使你去思考 你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才在思考过之后 去做了一个你想要的决定 那当然做了决定之后 你也必须承担那样子的结果跟后果 但是我只是有一个题外的小观察 就是选择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有趣的这样子 那这几年来所谓的 也不是这个新方向 因为这所谓这几年 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 也是已经二三十年了 因为社会科学的进展 是相对来讲比较慢的 不是像说软体或者是科技业 可能每十年就有一个 很革命性的大突破这样子 在经济学方面 在进展上面的时候 其实是可能这二三十年 开始有一些新的声音出现说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理性的定义 有点太狭窄了 所以开始应该要加入其他的领域 因为我们发现你如果观察 每天你做的决定 你发现你很多时候 不是去像刚刚那样想说 我已经觉得这个是利益比较大 然后成本比较小 然后做的决定 因为你回过头看 你很多时候你选的 反而是那个损失比较大的 那个决定 那很奇怪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所以就开始会去思考说 是不是应该要跟其他的学科 借一些概念去更加研究人的行为 那尤其是人 我们不是机器人吗 我们都有感情嘛 所以即使是你明白着知道 利益大于成本的 会做那个 你还会依靠你的经验 你的情感 你的过去的 情的记忆跟想象 决定 那所以行为经济学 是其中一支 开始加入了心理学的概念 加入脑神经学 生物学 开始去研究 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所做 那所谓不确定 其实有很多的意思 那一个 有一个意思是说 你很难知道 怎么计算 利益跟成本 这样子的不确定 因为你对于一个未知的 比如说你要开拓一个新的市场 你对于一个很未知的 你没有前面的经验可循 你没有东西可以作为依据 去预测 你的利益跟成本 在这种状况下 人要怎么做决定呢 因为我根本不是说 今天葡萄五块钱 另外一家只要四块钱 那我当然去便宜的那家买 不是这么简单 有很明确的指标 可以让我衡量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决定 所以 这是一个 一个行为经济学 想要切入的角度 然后还有一个像 所谓不确定是说 像我们买东西 理智上我也知道 我 如果是同样的产品 但是就像今天 在网路购物这么普及 你真的 比如说我想要买一件 就算是 比如说就算 我想买一台笔记听电脑好了 已经是蛮贵的东西 我会很努力的 在网路上各一直找 一直 能知道那就是最便宜的嘛 这是很难的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还有在资讯不对等的状况 也就是说 公司们 他们对于产品 好不好 定价 不对是比消费者多的 在这个很不平等的关系当中 那很多时候 消费者要怎么去取决 那其实消费者的行为 很多时候也不是只是说 这个价 品质 就可以让我决定我要不要买 消费者很多的时候 他考量的就是像 行为经济学里讲的 情感 态度 记忆 过去经验 而不是传统经济学里讲的 所谓的就是只是 逻辑 这样子 所以比如说有几个 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就出现了 就第一个就叫做损失的规避 就是Loss Aversion 那这个对传统的经济学来讲 是一个很奇性的想法 也就是说 人对于同样数量的 利益跟损失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那个损失 更加难以忍受 举个例来说好了 今天 有一个有名的例子 是说心理学家就跑去找 很多受访者 然后问他说 如果你今天来参加一个赌局好了 如果你赢了 我就给你十万块 但是如果你输了 你要给我十万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干脆就不要参加 我为什么要参加 对不对 就是对 但是这件事情 对经济学家来讲 是觉得很奇怪的 因为一块钱 就是一块钱 十万块就是十万块 不管你得到的十万块 带给你的开心 跟损失十万块 带给你的痛苦 这两个的大小 应该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就发现 在损失规避 就是在我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是比较不想要损失 我宁愿不要那十万块 我也不想要风险去拿多的 其实它的几率是一样的嘛 但是对人的行为 在心理上你就会觉得 不要 我要避免那个损失 那这个概念 在像比如说 在同样的 也可以延伸到说 像同样 同样的价钱 却会给你不同的效果 对经济学 对传统经济学来讲 一块钱就是一块钱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买 举例来说 你买一件衣服好了 你可以省一百块 那样子省一百块 对你带来的快乐 应该跟你买车 省了一百块 同样省一百块 这两件事情 对你来讲带来的快乐 应该要是一样的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来讲 因为他们一百块 就是一百块 一百块可以带来的快乐 是一模一样 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这两个例子 你很明显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省一百块 在买衣服的时候 你很开心 如果是车子 你好像会想 哈 才一百哦 你还会抱怨 这样 就觉得怎么那么少 但是这个 觉得那么少 这件事情 对经济学家来讲 是很奇怪的 那最后就是 用了行为经济学 用了损失规避 这个概念去理解 哦 原来人 其实比较不喜欢 失去东西 人觉得失去东西 很痛苦 那所以 失去东西带来的那个痛苦 会让他们感觉 很加倍的痛苦 那得到的那个快乐 反而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 这个概念的硬 有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 有什么用吗 那有一个举 很常举的例子 就是 如果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买过 拍卖网站 就新墨拍卖啊 或者是eBay啊 什么这种 拍卖网站 你常常会看到 什么零元起标 一元起价 这样子 那大家就会觉得奇怪 那这个 最后要怎么 这个最后要赚什么啊 这样子 等到截标的时候 发现 诶 它怎么 甚至比 原来你去 超市买还要贵 或是在同样的店里面 那个同样的一个产品 怎么最后 经过拍卖之后 零元起标的截标价 反而比你去店里还要贵 常常发生 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用 损失来 损失规避 去解释的意思是说 在竞标的那些人 在看的时候 他 他其实在那个标 在拍卖的过程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种感觉 这个好像是我的了 因为 我已经投资了 我的时间 跟精力 在研究这个产品 我跟着在那边标 我这个拥有的感觉 已经在 在这段过程当中产生了 所以我要是没有标到 我觉得我好像 失去了它 这样子 所以那个 那个东西 其实会 促使 理性的选择 也就是说 其实你投入的那些时间 都已经是过去了 你那个成本 就是已经在那里 你最后的利益 不会超过它 但是你怎么 还是在那里 一直很努力的 想要标到呢 然后最后 其实用更高的交捷 你还是觉得 哇标到了 我赢到了 很开心 这样子 就是是 这个行为 可以用损失规避 去解释 这样子 那或者是 有另外一个例子 是说 像如果我们 去店里 或者是像 最近圣诞节 什么很多 那个百货公司 都会打折啊 然后就是 给你很多折价券 就是在路边 就在发 就说 限时抢购啊 你拿这个 coupon来 就可以 打九折 它只有 这个礼拜哦 那如果 同样是 给你打九折的 卷 可是 完了 才给你说 你下个礼拜 如果来 可以打九折哦 这样两件事情 对公司来讲 它付出的成本 可能是一样的 它都是 同样有很多消费者 然后可以享受 那个 10% 但是 对消费者来讲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消费者会讲 对 第一个 电视的 折价券的 那个效果 会非常的高 因为你收到 那个折价券的人 你常常会忍不住 觉得 我要是不用 好像很可惜 我觉得我错过了 好像我少用了 它什么 好像我损失了 10块钱 还是我损失了 100块 当他给我100块 可以拿来折价 好像我已经有了 那100块 所以 很多店家 其实可以用 这个心理状态 或是用这个概念 知道消费者 会去规避 他们的损失 就是 发这样子的 折价券 会促使消费者 更想要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消费心理学上 常常使用的概念 然后 就是为了 避免损失 人会做 许多 所谓的 非理性的行为 那 当然在讲 非理性 并不是说 你是生气 或者是 非理性 非理性的定义 只是说 即使有损失 你还是愿意承担 那 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在 行为心理学里面 讲的 就是框架的效应 就是说 同样一个问题 一模一样的 状况 或是产品 但是因为 呈现的方法 不一样的时候 消费者的反应也不一样 或是人感受感受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说话的艺术吧 或者是说行销 常常应用这个概念 同样这两个冰淇淋 一模一样的冰淇淋 左边那个冰淇淋 跟你讲说 它有20%的脂肪 右边那个冰淇淋 跟你讲说 它80%都不是脂肪 听起来感觉就不一样 它最后销量也是玩大大的 不相同 那这就是行销 怎么讲话 怎么去促使消费者 做出那样子的决定 即使是同一个产品 一模一样的产品 它都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以前这样子的状况 在传统经济学里 是很难解释的 觉得一模一样的东西 它应该带来一模一样的效用 怎么会促使人 做不同的决定呢 那行为经济学 提供了这个框架效应的概念 去解释了很多东西 那这个还有一个 很有名的实验是说 它举例来说 它是在一个 很假设性的状况 它说 假设性的状况 可能会爆发一个疾病 那总共预估 预估可能会有600个人生病 那如果 他们找出了两种治疗方案 方案A跟方案B 那在方案A 就是第一组人 就是positive 第一组人呢 他是采用一个 很正面的思考 或者是说 用收益 就是用利益 这个方式去告诉他们 告诉第一组人 是用第一的方式跟他们说 如果我们方案A 可以救活200个人 但是方案B呢 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可以救活全部的人 但是三分之二的人 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机会 可能一个人都救不了 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告诉这一组人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觉得 那我还是选A好了 因为我可以确定 救200个人啊 对吧 就是我不要 我不要有那个风险嘛 这样听起来 但是跟第二组人 就是negative这一组的人 是讲的是用损失的 这个方法去讲的时候呢 你呈现的方法不同 他讲的是说 今天同样有600个人生病 然后我找到两种 方案B 的人可能死掉 但 都可以救活 但是三分之一 都要死掉 就是你是 因为 后面的 事的时候 这一组人 没关系 我们 我要 很多人 就会选择了B 是 按 讲的东西 是 一 传统经济学 或者说 他呈现出的最后结果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因为 你说的方法不同 只是因为 呈现的方法不同 人就做出了 不同的决定 在第一组 选择用正面 去呈现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是用风险 规避 规避损失 那样子的概念 像我有一个 确定可以救200个人的方案 我干嘛不选 我当然选方案A 因为我要避免 那些风险 所以当 你呈现的是一个 我要 损失什么东西 我本来有一个 我本来有一个 好处 或是一个利益 结果你要把它拿走 那样子 我就尽量不要有风险 我还是确定 可以救200个人 比较好 反过来 如果说的是 损失的时候 人就会愿意 去拿风险 因为比起来 有400个钥匙 那倒不 我要 我要试试看 我赌一把 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就会让人 愿意接受 去承担那个风险 所以这个 这个对以前的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理 是很难去解释 为什么人会 不同的行为反应 对于同样的选择 但是行为经济学 就可以跟我们说 哦 因为框架效应的概念 所以人 在脑里面去 感受到 这四个选择 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些 新的概念 去在生活当中 他会去 可以应用 像比如说 你要怎么 去 比如说公司 好了 如果一个公司 他今天 有 有加薪 这个好消息 但是他也有 要裁员的坏消息 你身为一个主管 你一定非常非常的困扰 说怎么办 我今天应该要 怎么跟我的部署 讲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用行为经济学的理概念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如果是好消息 你应该要分开讲 如果你今天有加薪 五千块 然后明天有另外一个什么 bonus 你要分开说 因为那样子分开来讲的 这个开心程度 会大于你一天 把所有的好消息都讲完 但是当你有好消息 跟坏消息来讲的话 这个好消息 你要取决的是 好消息比较大 还是坏消息比较大 它会影响你 怎么去发布这个消息 如果今天好消息很大 坏消息 就是说你是一个很 比如说很高兴啊 有十个人要加薪 或者是升官了什么的 然后坏消息比较小 你就一起讲 它会冲淡的那个坏消息 带给人的不愉快的感觉 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天大的坏消息 整个要 整个厂要移到别的国家 要裁员了什么的 然后可能有一些 零星的好消息的时候 你可以隔天 或者是下午 或者晚一点 分开来讲的时候 让人先在认知上 把那个坏消息处理完了 后面有一个好消息 来填补那样子的不愉快 然后人还是可以享受到 一点点的愉悦 就是有一点点开心 这样子 如果你全部都只有坏消息 最好一天就把它轰炸完 让你的部署觉得 今天真是糟糕透了 可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就其实它 框架效应在行销啊 或者是在 就是产品开发 或者是在很多地方 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应用 然后包括在我刚刚讲 像在人际关系的沟通上 你怎么去传达一个讯息 你怎么让别人做决定 你怎么让别人改变他们的行为 都是还蛮多应用的 然后还有像另外一个框架效应会常用的是讲说 人在心里会 他们就是行为心理学是叫做心理账户 意思是说 以前传统经济学觉得一块钱就是一块钱 不管你把那个钱拿去缴学费 还是你把那个一块钱拿去买菜 带给你的心 主会去考虑 因为这两个他会觉得他的效用会是一样 但是在实际生活上我们不是这样子 实际生活上我们 把先放在不同的账户里了 就是说这笔钱我是要拿来准备我出国留学用的 我不能碰它 然后这笔钱呢 是我可以拿来娱乐 我可以拿来娱乐啊什么的 那这笔钱呢 我是要拿来做什么其他的用途或是什么 就是人其实在心理上 虽然你在银行账户是一个 但是你在心理上有已经把它分开了 那就是框架 告诉你的消费者这笔钱是什么 就会有差别 那就是为什么现在要过节了嘛 然后有很多那个很多店家会跟你 要过年啦 或者是圣诞节啊 买个圣诞礼物啊 然后什么的 就是他是想要告诉你 用不同的框架告诉你说 在你的心理账户里 这个应该是属于过年过节的那一块吧 他想要 你的 你对他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哦这个钱好像是可以流通的 这个钱是可以动的 他会增加你想要购买的欲望 然后所以怎么去告诉你的消费者 怎么你的消费者往这个店里去去走 或者是去去去看是是有很多很多小秘诀吧 那他们在学习就是公司在学习行销或者是在卖产品的时候 他们其实会 他们其实会 心理学或者是行为经济学的这几个概念去增加他们的销售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经济学的新的方向有一个是叫做健康经济学这样子 那他所谓的健康经济学在讲人怎么做决定 只是这些决定都是跟健康类别有关 也就是说人在处理健康的议题的时候 他是怎么去做决定的 那这个包含的领域 领域的就像行为经济学一样 他也是很跨领域 行为经济学就会包含心理学啊脑神经学啊 或政治医学啊很多都会一起 那健康经济学是包含像医学 然后社工社会学 治学 然后包括消费者商业 这些都要加在一起 才能去思考说 个人的健康如何去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 那人在做不同的决定的时候 跟健康有关的决定的时候 他是怎么去做思考的 那他会影响很多 或者说他的应用健康经济学可以去研究的议题就有很多 就包括 像国民健康与经济成长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国家都 糖尿病的比例很高 国家付了好多好多钱都在就是或者说每个人都花了好多好多医疗支出 这个是对整个国家来讲是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那像美国这几年就是健康经济学非常非常热门 那因为美国这边有发现到说肥胖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因为为了肥胖 你因为一些是素食文化啊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因素加在一起 让美国人的肥胖比例比其他国家相对来讲高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不只是影响个人健康而是影响整个国家的生产力 因为当肥胖变成一种疾病的时候 国家需要负担很多社会成本去照顾这个病人 包括他可能最后都会因为他常常需要看病 他的工作效率降低了 他的雇主可能因为这样而把他解雇了或是什么的 然后变成他必须是用社会安全体系去照顾他 他变成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所以他从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个人的决定说 啊我今天要我的体重怎么会是跟国家有关呢 我决定我要多胖多瘦啊对吧 但是其实当他变成一个集体的行为的时候 当大多数人都为这件事情去负担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国家的问题 所以国家就必须去考虑我怎么样设计一套制度 可以让人从根本的在个人的时候就改 不要变成那么胖 以后花很多医疗费用 欧巴马的建议 这样非常多的努力 希望大家 他要的是改变 就是他从到素食地的文化里面还是要加入 然后他 或者是他们愿意做一些的食谱的话 广告上 在学校教育上 他们 必须要有很好的饮食习惯 可以 每个国家的医疗支出 在比较多是在 议题 然后像 也是一个很常 常讨论到的话题 就是说人在怎么 像美国因为它是私人的医疗保险 所以在美国看病又非常非常贵嘛 那很多时候 很多人 就选择我干脆不要付那个医疗保险 因为医疗保险一年可能要付到 就一个月可能就要台币三四万块 所以一年可能就是 对一般中产阶级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了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靠他的工作 会帮你付医疗保险 没有工作的人就会选择 我根本就不想要 加入这个 我就买层药池 然后这个最后会导致有很多 很多的问题是说 他们没有定期也去做检查 然后 等到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就赶快跑去急诊室啊 然后急诊室又不能拒绝你 那等到急诊治疗完之后 他又跑了赖帐 这样子 那这整个变成一个很糟糕的循环 所以医院就必须把那些成本又加在 已经有保险的 的客人 的病人身上这样子 而变成一个很不好的循环 所以这几年很多 在讨论的方向就是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改善这样子的制度 那健康经济学想要讨论的就是说 健康保险跟健保制度 像比如说美国这几年想要吵着 是健保这样子制度 而不是私钥保险 这两个怎么比较他的好跟坏 那怎么比较他的成本跟利益 他们也来台湾做了很多参考 这样子 然后所以这个健康经济学的大方向 就是个人的健康 怎么样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 然后最后会影响到国家的政策 哇 以前 以前我在 在Milken的时候 有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还蛮有趣 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经济系续要做这种题目 就是他是研究说 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 每个人看 每个人都常常坐在电脑前 或者是看电视时间 变得很多 就是坐着 那因为久坐 或者是因为科技的进步 带来的健康的成本 因为久坐 所以你像刚刚讲 肥胖是一个 因为久坐不运动 所以肥胖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 因为久坐之后带来的 比如说腰酸背痛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附加的关节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成本 然后他们 我们去比较了各个国家 他的科技发展 跟他的肥胖比率 到底是不是有相关性 这样 那这样子的题目 就会是在健康经济学的领域下 那另外一个新的 其实这个算是追究 政治经济学就变成是一个 他想要讨论的是 人跟社会和经济的关系 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像是 大家想象中 经济学会去处理的议题 就包括说经济成长啊 经济发展啊什么的 但是现在新的方向变成是 不只是去思考说 我们怎么设计我们的经济体制啊 那种总体经济学很大的 的问题 其实新的方向里面 还是有很多 从 改变人 所以包括像环保 怎么会设计出 要 国家 要 要 富奇 其实都 加入了新的 像行为经济 现在说 你要影响人的 从 最起点 做那样的事 为什么公司 选择去做排放的污染 就是你必须去了解到 最原始的时候 他们面对了哪些选择 然后你必须去改变 他们怎么计算成本 跟 收益的方式 怎么改变他们对于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这个概念 从根本上去改变 你才能改变人的行为 这样子 那 所以这几个 像行为经济学跟 健康经济学跟政治经济学 这些是 都是很跨领域的 新的方向 就是他 传统经济学 很注重在自己的 理性选择的那个架构里 但是这几年 就是这三四十年 就是已经跨出了 经济学的领域 开始走向 参考其他的 其他的学科 怎么理解人的社会 这样子 所以政治经济学里面 就会包括像法律啊 还有公共政策 跟社会学啊 经济跟 那个 商业财政什么 这些都会加在一起 所以 跨领域的 的知识 变成是一个新的趋势吧 这样子 那 也是在这里 就总结一下说 我觉得知识 是很不分领域的 就是说 你可以有你的主修 你可以有 你很有热情 是哪一个方向 但是你不需要 局限自己 说我只学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 很多时候 不同的学科 会给你新的想法 新的刺激 那所有的知识 都是很有价值的 它不应该是 有分领域的 那 从经济学 这几年的新方向 也让我感受到说 当你有跨领域的 的 刺激的时候 其实 会有更不一样的 进展 或甚至可以解决 你本来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像新的经济学 可以对 传统的经济学 有很多新的启发 这样子 那 这是 还有一个 就是像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 在这几年的 在国外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 我觉得 跨领域的人脉网络 是很重要的 那 这个讲的是说 我发现到 不同的族群 像其他的国家 他们在 在做人脉的时候 他不是只跟 很相近的人 的人来往 那所谓很相近 不只是说 我们都喜欢什么东西 而是 也不是说 同一个领域 而是他会去尝试 很多不同的 的 的学科 不同的背景 因为你要建立一个团队 不管怎么样 这个团队里面不会 比如说在戏谷好了 很多 很多台湾人 都是高科技出来 他可能就是理工科 电机系就认识很多 电机系的 那我是经济系的 我就都认识很多 经济系 社会科学 这样 就是好像都在 自己的圈圈里 但是其实 当你 你需要新的 你需要一些新的刺激 你需要创新 或是你需要 做一个团队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公司里不可能 都是同一个领域的 一个公司 要能够成功 他需要 他需要有科技的背景 他需要有金融 他需要有法律 他需要有行销 他需要有设计 所以就全部都 必须加在一起 那跨领域的人 卖网络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当你出了社会 你就发现 你的知识不是说 你不能跟别人说 这个我不会 我是念电机的 因为很多东西 是不分领域的 你必须去多多的设略 然后多有新的刺激 建立跨领域的人脉网络 会帮助你解决 旧有的问题 帮助你解决 你以前不知道 尝试新的方法 尝试新的 新的解决 那中间有 所以我们 在这边 就是创了一个 叫做 TeamUp 台湾的 算是机构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 那样子跨领域的人脉 网络 那主要是针对 已经在海外工作的台湾人 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工作更好 怎么样让他们在工作上 有更多的发展 那中间这个结语 我写了一个说 你喜欢跟你擅长 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 是说 因为 除了 就是这几年 我又发现说 有很多东西 是我很喜欢的 我很 比如说我可能 做 分析 然后我可能 我可能 但是 但未必是 事实上 我可能 比较擅长的 做 X 很会 或是什么的 就是 那些东西 我实际是很擅长 但是我 在工作上 或是你未来 去分辨 就是什么东西 是你擅长 这两个 都是 一样的 那你 其实不一样的时候 是 是没有关系 你要知道说 我今天做这个工作 是因为我很擅长 所以他让我 赚了钱 那即使我不喜欢 那没有关系 他给我一份 很稳定的薪水 我就不需要去抱怨 说 哦 我觉得好痛苦 好枯燥 什么的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你可以 区分的开来说 你 当初是为了 什么样的目标 做 选择这个工作 你当初是为了 一份稳定的薪水 选择这个工作 因为这是你擅长的东西 你就不会去觉得很难受 因为你的目标是不一样 你的目标是那份稳定的薪水 如果你今天的目标 是希望可以做你自己很有热情 你喜欢的东西 那也许它没有办法带给你那么大 在经济上的收益 可是你是可以说服自己的 你是可以觉得很OK 这个当然是希望这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有很多在现实的状况的时候 你喜欢的事情 跟你擅长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那你必须把它分开 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也必须有这个概念说 这个部分是我能力很强的 我知道公司 我必须更加重这个部分 即使我不喜欢 但是我知道我也必须把这个部分 这个能力训练好 那另外的时间 或者是另外的其他的时候 我可以去继续发展我喜欢的方向 那就是两个很不一样 那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可以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更能够多多在吸收不同的资讯 然后有很多的资讯可以帮助我做决定的话 那样子的选择会对比 就是这整个人生来讲 会觉得不会去后悔的这样子 那大概我今天讲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大家有问题吗 听完了觉得说 为什么到了这个卖场会受骗 也没有啦 买了很多没有需要的东西 然后家里越多越多 然后走道快越来越窄 我家应该没有这样 我只是说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那我想先问一下 现场的老师同学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张主任 有问题 谢谢姜博士的演讲 因为各位没有问题 我再分享一下 其实时代编号非常快 我解个例子 我在二十几年前到英国去出差 那时候我去机场街友的是 我们英文组的老师教学公司的 在二十几年前你在英文组当老师呢 调到公司去很多当客长处长 派到海外去当副总经理的 但是今天的话呢可不可能 可以说不可能 对不对 你今天你知懂英文 懂英文人太多了 也就是跨领域 我要讲这个跨领域非常重要 那么当然今天讲的主题是一个过去江博士念政治的 后来工作不好找 所以去找经济 那么这个政治在我过去念三民主义的时候 管理重人之事 经济今天解释是如何做好选择 所以台湾的民意代表应该加强政治经济学的修养 就可以帮人民做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是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其实对我们目前的同学 在校的同学一样 跨领域的那个技能非常重要 跨领域啊 机电的整额啊 或者职工啊等等之 跨领域 你在 你的选项多 你的机会就多 你的机会 职务升迁 工作的这个 Job in largement Life in 很高 那么最 几个礼拜提到那个 张某提到 张某非常喜欢写文章的 但是他老别跟他讲 写文章要靠写文章生活不容易啊 所以他才去念机界 后来还到斯坦文念电机 所以我觉得 跨领域是非常重要 感谢江博士今天的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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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江博士有什么 comment吗 没有啊 对啊 我只是突然想到那个 格林斯帆也是 他就是美国联准会 以前的那个主席 他是非常厉害的 萨克斯风乐手 他是专业的萨克斯风乐手 他还有乐团巡会 这样子 所以我只是觉得 其实就是很多很多才能 是他可以加在一起的 你不需要因为学音乐 就放弃了什么 或者因为学了电机 就放弃了音乐 或者什么的 好 谢谢 那我问一下 那个其他学校的现场 有没有问题 实践大学那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群座 好像有人站起来 欢迎 好 那其他 有没有 有的话就自己把麦框打开 就开始发问吧 好 看起来大家都很客气 那 因为我们现场有两位 精英系的老师 有没有什么comment 老师献丑了 献丑 我们现场也有一位 非常美丽的老师 我们请他来一个comment 江博士你好 那其实我非常喜欢 你今天的演讲 因为其实在我的 就我背景也是经济 然后在我认知里面 其实我也觉得经济学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生活化的一个科学 所以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也是 像您一样就尽量要带例子 那近期呢 等于我在教学的方式 想要给自己一点 就是想要让同学 更觉得经济学有趣 所以其实开始尝试一些 游戏中 让同学去体会到经济 那我不知道说 想要 因为江博士 也有很多教学的经验 然后想要问问看 说是不是有一些游戏的教案 可以分享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 我也同意 就是游戏对学生 真的非常有刺激吧 这个效果很好 然后我自己是会设计一些 像是问卷那样子的东西 就是像以前教学的时候 就会觉得看影片 然后分享心得 然后其实没有讲到的学生 大概就不会去care吧 但是我现在通常会比较变成是 看完影片 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活动 然后去 比如说像我们教全球化的举例来讲 我们教全球化的时候 就会让他们 这也不知道算不算游戏 我就让他们找身上 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他可以找得到 是单一国家生产的 然后所以他们就去google 我就让他们用手机去找说 他身上的所有东西 是去哪里制造的 哪里生产的 然后他们就会非常非常惊讶 说他几乎 好像从来没有遇过 有任何一个学生找到 他身上有任何一个东西 是单一国家生产的 对 然后所以就是 类似像这样的活动啦 我也还称不上真的是游戏 但是我感觉真的是 那样子的设计对学生来讲 他参与的越多 其实对我来讲越轻松 因为我现场不用讲什么 但是其实对现场的学生来讲 他们反应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参与度很高 大概是这样 江博士的回答 我们原来的主持人包老师 因为有其他的会议 他要先离开了 我是带打的带班的主持人 做一个ending 谢谢两位老师的问题 还有江博士的回答 现场的同学 大部分是 资工系的 现在这一个算是一个科 对我自己本身而已 经济学 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透过江博士的 有没有其他 我倒有一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 有关系刘博士 好 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 实际上是规避 那么很多东西 到最后的话 好像 嗯 非常 带哥都有经验 没错 久了 变 对 感想的 另外 然后呢 这个 理论上 但是我好像做的决定是越来越 错的决定越来越多 为什么 一些好的工具可以帮我们做决定的 或者呢我们等AI比较流行的时候 我们跟他来帮我们做决定 为什么你说做了很多错的决定 比如说 我们做工程的每天都是做错的事情 然后第二天来改正 比如说我们做软体的 那每天都写软体很辛苦写 第二天发现我们错了 这可能跟那个科技进步太快 比较有关吗 没有 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上 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您所讲的都在做决定 但是一个晚上回来以后发现 哎 今天怎么都不顺心 显然都是做错的决定 还好上帝发明这个晚上 让我们睡觉晚上 第二天就忘了 我是觉得 做决定这件事情 要回归到你要对你自己很了解 因为像我说 选择是很个人的事情嘛 因为跟你设定的目标是有关的 所以我是不知道软体的那个部分 但是我说像我们每天 每个人生活的那些 做的那些决定 你怎么看它好跟不好吗 你必须很了解你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才会知道说 我要的是这个 所以我的成本 跟我要付出的代价 是我本来就知道的 当你那样子的讯息 是比较完整的时候 你用那样子的心态去收集资讯 你用那样子的心态去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会愿意承担那样的风险 承担那样的代价 因为那个是你已经事前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对你自己很不了解的时候 你设定的目标可能就会是错误的 你可能对你自己不了解的时候 你以为你要的是这个 但是其实等你回过头来看 发现你目标设错了 你做的决定当然就会是错的 所以我只是觉得 如果对现场的大学生来讲 其实大学时间 最重要的就是去了解你自己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就像刚刚说 你喜欢的是什么 你擅长的是什么 然后你想要的是什么 那个都会帮助你做决定 好 来这边听一场很好的演讲 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的谢谢那个江博士 好谢谢大家今天 谢谢 刘博士也感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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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登凯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希望下个月再见 谢谢 你要不要留在线上 我给你讲几句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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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